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 魔獸世界第11版 第地形之戰 這次要來介紹的是半龍兒幻能師的破滅專精 破滅專精 那麼 前一篇有介紹到那個 中間這個填布的 右手邊指揮官這個 基本上是蒼蘭流派也就是所謂蒼龍 它的玩法比較複雜所以介紹篇布比較長 那這次要介紹的是左邊這個束火者的玩法 那這個玩法會把它稱之為 它是三重DOT的 吞噬 或是說吞墨 也可以 吞墨是這招啦 但是 它吞墨的AE叫吞噬火焰 所以你把它稱之為吞墨或吞噬都沒關係 但重點是要講的是它是三重DOT 首先就是 要來開始介紹 首先你現在來看一下這個技能 它秒數就是 目標施架的每個周期性效果會讓你這個效果提高50% 所以就是 你在上面可以掛三個DOT 它就會變成說 你把當初是1嘛 然後1乘以 1乘以1.5 然後再乘以1.5 再乘以1.5 1.5乘了三次 所以它才會很強 我跟你講 你的重點就是你要讓這一招 的傷害 可以打超過500萬 然後因為它有兩個充能 它就可以打1000萬 這兩個GCD裡面可以打1000萬傷害 目的是這樣子 這一次的重點就是來講這個 好那接下來繼續看下去 第二排這邊開始 盤旋這個PVE在用了 然後這個是PVP用的 所以通常PVE就點左邊這個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 敦墨會使用火焰之血持續時間延長8秒 然後會擴散到第二個目標 這個很重要 等一下 在玩的時候 或是在講它的玩法的時候 這點就非常重要 這個先保留一下 你先知道它就是 會幫火星加8秒 好接下來這個是 龍人技能強化 會丟這個隱藍 它這是一個DOT 這就是 三重DOT當中的其中一個 你只要打崩潔或是丟龍焰 就會觸發這個8秒開始倒數 好 那這個是 神秘力高於50%的時候 自命一級提高10% 因為根據 上上篇在講那個 自罰者的那個支配 得出你35% 沒有達到35% 葬兵自命你應該要點 點這個天賦 然後但是 因為這個條件的關係就是 對方血量高於50% 你可以只要乘到25%就好了 然後你就會有 有這個的價值 大致上是這樣子的理解 然後這個是 吞墨的話 是一個法術 快速施法 這個其實沒什麼幫助 這一項都沒什麼幫助 因為 你在玩的過程中 你是巨能 巨能是上位技能 然後龍人是中位 然後那個 蒼狼打擊跟那個 神秘力是下位技能 上中下這樣子 但是你的你的巨能法術 上位技能是會先放的 你先放的情況下 你後方的吞墨沒辦法 沒辦法幫那個 沒辦法幫這個 假術 所以這個 這個其實沒什麼幫助 應該就是 暴雪希望你的玩法是 你先放吞墨 然後之後再放那個巨能法術 但實際上沒有要這樣做 所以這個 這項設計不是很好 然後接下來繼續看 左邊的這招是 你原本上面的影籃 已經有DOT在跳 但是它快沒的時候 你放一個吞墨 它會讓它 重新倒數 就只這樣沒了 就只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單體的 然後這邊是 弗雲之騎正傷 弗雲之騎的話 它在這裡是 這邊有點那個 加30% 因為弗雲之騎的總傷是一樣的 它就只是 你要把它理解為它 攀下去瞬間有掛一個DOT 然後之後它接下來是 24秒 它每2秒跳一次 然後它會跳12分DOT 然後最後一次 結束的時候 還會再跳一次 所以它全部的 它總算是一樣 反正它就是 你技能的時候 你只是壓縮 把前面的那個DOT 傷害一次引爆 但是還是DOT 這個意思在說就是 在龍忍的技能當中 DOT是屬於軟上限 20個目標 然後它只是壓縮 它並不會 遞減 減少它的傷害 所以這個是單方面提升就提升 然後這邊 這個技能選右邊的話也是提升那個 傷害 單方面提升傷害 講白癮就是你大飛龍 這個大飛龍出去它是打多體目標 它同時是單體也是AE的目標 然後火焰之騎也是 然後永恆奔騰它是屬於 單體 然後它是硬上限 它多目標是硬上限 限 限幾個目標 6到8個目標 這個充能四化有8個目標 大致這樣理解 來接下來我們就看 這個神秘利害跟燦燃打擊造成致命值的時候 觸發龍忍爆發機率提高1 這應該是秒數不太正確 它應該是觸發龍忍爆發機率提高100% 就是說必定會產生龍忍爆發的概念 它應該是要這樣子理解 所以你這個時候你的致命就很重要 因為這個機體來看的話 它的致命值有15% 那你的期望值最好是達到25%會比較好 當然 配裝方式你還是先看紙把子的那篇比較好 你就能知道它是怎麼配裝的 然後這個機體同時可以玩那個蒼龍的流派 好接下來繼續講 這個 Twinmore有額外一次使用次數 然後它 傷害再提升20% 所以它就是 這裡會有兩個待命使用 你在玩的時候你就是 要把它連續使用 所以 它 剛剛有講過這個技能是沒有幫助的 因為它不是 它不是那個 先放屯末然後才放那個 巨人法術 但是你這兩個要一次用 是要抓在11點上使用 等下要講團法之後會講到 然後再來看這個 這個的話左邊是再神戀燕 再神戀燕是點這個 如果是你玩強化龍你不會點這一顆 但是你玩 風沒的話你會點這個 然後你會降那個再神戀燕的那個描述 現在 M加的那個 大秘境 它 網會填下來唱法10秒AE 然後你放這個的時候 就是網開始唱法AE的時候 你就點這個 然後你噴血的瞬間它會補回那個血量 然後8秒之內它有持續AE的話你就會回血 然後左邊這個就是PVP在用 就是你開這一招的時候同時 最附近最靠近你的一個盟友會掛上這個 然後幫它回血 然後右邊這個的話就是 被打過程當中 這是PVP在用 被打過程當中你沒辦法開箭 因為你被暈住 然後它會自動幫你回血 這是PVP用的 然後最後這個就是 當你放屯末的時候 它會吸收掉目標身上 那火焰之騎4秒 4秒其實就是2跳DOT 那如果它是前後開始算的話 其實這裡是3跳 就是 例如說 6到2秒 6的時候會跳也是4 4的時候會跳也是2的時候會跳也是4 然後就是 這裡又會有3跳 然後得了375%的傷害 然後打5個目標 超過5個目標會遞減 大致上是這樣 中間這邊介紹完 來右邊 右邊這邊講一下 就是說 你會期望 像剛剛這裡講說 吞末它的傷害這裡有增傷 所以它是1乘1.2倍 然後如果你有3重DOT 就乘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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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乘3次 然後你會期望 它又變強 所以你會 點出紅彩 紅彩的情況之下就是你噴之後 你要放那個吞末 所以這個噴也在它之前 所以這招才會沒有用 因為你不是先放吞末再 再噴那個聚能把數 所以這招是沒有 這是射擊不了 然後這個是翻譯錯誤 好接下來繼續講 那個 剛剛說 1.2乘1.5乘1.5乘1.5 然後 這邊再乘1.2 紅彩之喜會讓這個傷害又提升 所以這邊再乘1.2 會讓這招傷害 拉到 超過200萬或是250萬 然後 它會透過暴擊的2.3倍拉超過500萬 原因是這樣 它的單體是這樣子來 它大致 單體是這樣來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風碎之心 把它震傷 就是還要再多一個1.2倍 你假如正確的 你的核心玩法 正確的假召出去 那個傷害就能上去 大致上這樣 那現在有個問題是說 你 你會 DOT 它DOT是哪三個 一個是隱藍 然後佛彥之喜是第二個 然後第三個是這個 金虹鯉鏡 金虹鯉鏡的觸發方式是靠燃鏡 觸發 然後燃鏡的時候 你要在 火焰之喜的情況之下 你要打那個 崩解 這個 技能很不好 但是它不好 你還是要選它 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火焰之喜 你打5個目標的時候 例如說你要2跳 5個目標就會死掉 但是如果你引導其中一個目標的時候 因為它每2秒的跳 然後你引導成功的時候 它會每1秒的跳 所以它有可能最後會變成11跳或是12跳 它只有一個目標會躲一跳而已 它並不是 那5個目標掛上火焰之喜 全部會躲5跳 它不是這樣子 所以這技能不好的地方在這裡 然後為了讓 火焰之喜跳的次數變多 然後導致 這個16PK成功的觸發到 藍鏡的生命烈焰 然後這時候你從 打出去的時候 會掛上那個 鏡頭的余鏡 這個DOT 第三從DOT才能拿到 目的是這樣子 所以是點它原來在這裡 那有試過不點它 不點它的觸發率的確是會下降 因為火焰之喜的時間 是完全照著它自己的時間走在走 所以它觸發的時期是固定的 完全不會改變 你要這樣子理解它 比較好 好 那接下來繼續看說 你這邊的話會點出弓碎之行 然後這裡會點出那個 瞬時火焰 瞬時火焰的時候 你在觸發的時候 你優先瞬位是先攪出兩份吞沒 你有多餘的情況之下才是 攪出瞬時火焰 所以你在玩過程中 你會 先噴火焰之喜 然後之後你在 有拿到紅彩的時候 然後你其他招全部洗滴 然後這個時候你再用那個 崩碎之心 然後再配那個 瞬時火焰的那個火焰風暴 然後它就是 200%就是兩倍 然後兩倍乘以 1.2 然後再乘以1.2 它的傷害會上去 它A1會上去 所以整個火焰它基本上它是屬於 A1型的那個 玩法 然後你要想辦法衝它的單體 就是衝吞沒這招 然後你要正確的角招 你就會 把它的這個傷害 拉上去 大致上 就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 這邊繼續講 就是說 它的玩法是這樣 它基本上 你起手可以用那個大飛龍出去 就是那個聖城突襲這裡出去 那因為它跟那個 它跟指揮官不一樣 它不需要降那個 洗力 所以你實際上 你在玩的時候 但是你這邊也沒有 增加那個大飛龍的增傷 只有這招 但是你這招我一點 那因為它是 幫 那個龍能技能加強 它也不是幫TOMO加強 所以你不一定要出那個 出這個大飛龍出去 但 實際上你在玩的時候你還是可以加它 只是說 它可以變成說 你打多怒咬的時候過去A1 就這樣 或是說你需要幫我控過來 用這個 運3秒的時候放 然後 這個不一定要夾在那個戰鬥回旋裡面 大致上這樣 你真正要打的是 開場第一個要唱那個神明烈焰 因為這個 這個玩法最大的缺點就是 它不跟 跟龍隊指揮官的這個 蒙襲 給你免費的這個 神明烈焰不一樣 因為你沒有免費的 但是你一開始要掛上去 但你這個 鏡頭已經掛上去的時候 你會有那個12秒的時間倒數 你藍進去有8秒 所以你這個是要先放 那在常理的情況下 你都有這樣那麼多 你不放這個的話 你還要放個龍焰 你放龍焰的話 它會掛上那個藍進開始 然後之後你再打這個 會第二層DOT 火焰值下一區是第三層 但你實際上在玩的時候 它不是一樣 它是電腦過來的 它那些電腦過來 譬如說 接下來要講它的玩法 它的玩法是 來你大飛龍出去 然後放完之後 你瞬間飛回來 你飛回來的過程當中 你先打一個神明地獰 掛上那個 第一層DOT 然後那個龍之怒 它會放出那個龍焰 龍焰打下去的時候 會12秒 這邊12秒DOT開始倒數 然後龍之怒開下去的時候 隱藍的那個8秒開始倒數 然後這個時候 你龍之怒開始走了嘛 然後你這裡先噴那個 永遠奔騰 第一把暴剪之怒先拿 然後接著下來浮雲之喜 浮雲之喜噴那個鏡頭 鏡頭爆發 把它噴出去 你的6秒開始倒數 6秒開始倒數的時候 你打崩碎之行 這時候你的buff全部都拿到 就是 這個噴完20%你有拿到 這個噴完的 噴完的是紅彩20% 然後再加上對方掛上浮雲之喜有20% 所以是 拿到1.2倍又拿到1.2倍 然後再放崩碎之行 在1.2倍拿到 然後這裡本身1.2倍 然後上面已經掛了三重DOT 然後這個時候連續放吞墨 然後你在這裡就是 兩重的那個吞墨出去 然後接下來就是 他會發工你就繼續打這個 然後 透過這一招降息地 降到 這個跟這個待命 然後繼續 繼續放 例如說你這個先放 你是三劫爆血之助出去 然後再放崩碎之行 第四劫爆血之助出去 然後這個吸地會快好 你的那個 東直怒 東直怒在 延長到38秒 在他結束之前 這個應該會先轉好 然後你這邊要巧妙慢慢維持住 就是5秒之內在補那個免費的生命力量 然後維持住這個鏡頭與鏡 然後你就可以再拿到那個 三重DOT的那個吞墨下去 所以就為什麼說他這個是 講那個 三重DOT的那個 吞刺龍 這個玩法 霍龍 他就是這樣 就是 你要在那個暴君之怒的時間之內 打除第三法這個 然後因為他的時間周期是這樣 就是 你實際在晚輪的時候 你在打一整輪的時候 你前面那個周期 是吃掉這兩個 然後後面晚輪的時候 在 38秒之內 打除第3個 這個概念是說 你整個吸地走再走的時候 前面兩個先放 38秒之內放第3個 然後之後他吸地狀好就不再放 等到 38秒過後 第39秒開始走到 120秒 的時候 龍子那麼會 會吸地完 然後因為你也放第3法之後 他就開始轉了 接下來他會轉 1分半 就是升級的時間 你要讓這兩個代命 然後到第2周期 的這個循環重新開始打的時候 讓這個代命可以用 大致上就是這個概念 來吧 就是接下來 直接試給你看 你就很理解他的這個玩法 然後到時候你來看他的傷害 因為 他傷害可以被拉到200萬或是250萬 然後透過那個 自拔者的支配 爆上去的時候你的傷害可以500萬 然後如果你兩發 代命的兩發 都爆到 你就可以直接 在兩個G7之內 拿下單體 1000萬的傷害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好吧 接下來試一下 5-4-3-2-1 大致上 現在試一下 大致上 mitt經來 還有 15-19 他的傷害 就慢大致上 剛有看到嗎? 就是龍之路範圍之內可以打出第三把 所以他也算是第三重的傷害 他大致上是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你這邊 如果持續把他打下去 就是你一直在等待他那個西地時間轉好 這邊已經有帶命一個喔 但是你不使用他 你會繼續打下去 因為他開始轉 這個剩下四十幾秒 你沒有辦法再等他跑 所以這邊不是再轉 你要等他 就是讓他繼續等再下去 然後他會 到第二重型 接下來就繼續按好 他這邊 帶命的 接下來可以打那個 然後riment一點 就是讓他在採訪中 然後到一個 按一會 他們會想到 就有想到 第三招打出去,這樣第三招就打出去了 這樣有看到嗎? 然後剩下就是這個循環玩下去 所以就是他除了他是三重DOT的突破之外 他本身在暴局直怒裡面也可以打三招 所以他也是三重 他這個玩法循環 他這個玩法算蠻單純的 所以就是 玩起來不會比蒼龍還要難玩 大概就是這樣子 來,接下來看一下他的傷害佔比 因為剛剛是單純續續的 直接看整場資料 來,你們看到 你們有沒有看到 崩潔他第一沒什麼到問題 因為他打了次數多 然後他突破擊落第六招 就像剛剛看到的 然後這裡有爆到570幾萬 這樣有沒有看到嗎? 他雖然爆一次到570幾萬 這個玩法就能爆很高 那他平常是250萬以上 所以他的平均是283萬 這是單體 這是單體 然後火焰之息是因為 透過這一招 跟這一招 這招 所以他那個 他不管是單體 或是 第一火焰之息動得起來 然後神命令的部分的話 是 DOT持續累積的 DOT的原因是因為 火焰之息在弄的時候 你有打那個崩潔 然後他會透過這招 然後偶然觸爆比較多 然後他倒數12秒的時候 你只要在5秒之內 按一次他就好 或是你這裡兩層的時候 你先按掉一招 然後你在崩潔的時候 他會重新刷新 那個 這個免費待命的兩次 你就是不要讓他待命太久 然後5秒之內補一次 因為這個要 蠻謹慎的玩 就是 好好的配招 這樣玩 他傷害才會起來 這個累積出來 這個神明令的累積出來 傷害才會起來 然後永恆奔騰基本上就不用理他 因為 他 這條線不點 這個是永恆奔騰的雙擊 因為他 他不點的情況之下 他的單體會下去 然後因為你這次版本 他的T裝 4件是 4件他是那個 降永恆奔騰的CD 所以就是你穿4件的情況之下 再配這一點 然後你就可以鬆盲這個條件 你去點其他 但是以下這個玩法來講 因為雙綁這顆 你也不知道要點哪一個 其他版本不是很好 頂多就是你點這招 然後讓大飛龍 一分鐘可以飛一次這樣子 然後你點這招 其實沒什麼幫助 不會幫助到這招 只會提高封解 但如果 如果你要 點這招 你不如 因為這個只有加10% 你不如這裡放掉 跟這個放掉 把這個補良點 你的封解率就會上來 你的單體就會上來 因為這個玩法基本上是偏AOE的 所以你崩解上去也沒關係 大致上是這樣子 然後因為你吞墨下去的話 這邊有吞噬火焰 吞噬火焰就是 這個的傷害 就拿一下 因為他這是AE的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好的 因為這個 這個流派玩法比較單純 所以他介紹就到這邊 好 那 今天 魔術世界第11版 地形之戰 的直接介紹 半濃冷 換冷師 的 破滅專精 那這次介紹是 束火者這個 三重DOT的 吞噬之火 今天就先介紹到這邊 感謝各位 謝謝